大家好 这是蓝爸爸 我们今天接着聊日本 日本通过学习了唐朝文化 建立起了一个中央级全国家 好景不长又出现了一个政治上的强大豪族 继续拔持了日本朝政 这个家族就是藤原氏 藤原氏的始祖咱们之前也讲过 就是中辰联族 中辰联族作为中大兄皇子的 中辰联族的功臣帮助中大兄皇子 发动以四之变 除掉了苏果氏 中大兄皇子后来登基成为天治天皇 中辰联族也是帮助天治天皇进行大发改新 因为劳苦功高 所以说天治天皇就次姓中辰联族藤原氏 而且后来规定只有中辰的后代才能姓藤原这个姓 后来中辰联族的儿子继承他父亲的地位 继续在日本朝廷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 而且他儿子的女儿架起了天皇 这样也就开启了藤原家力后的一个开端 为藤原氏之后的掌权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后来藤原家的后代们不断在朝廷发展自己的势力 就通过跟皇室不断的通婚 以外戚的身份慢慢的把持了朝政 终于在公元858年 藤原家的藤原良房 开始称摄政 后来到了公元887年 藤原家就派人出任官白一职 摄政和官白一直由藤原家出任 合称摄官 此后藤原家就开创了日本历史上的摄官政治 因为在藤原市掌权的时候 皇室和天皇只能跟藤原家同婚 这天皇的皇后全是藤原家的 所以说生出来的皇子也都是藤原家的孩子 因此他们就利用这种关系 往往就会去拥立一些小天皇 年龄很小的皇子当天皇 然后以这种外戚的身份 就是他老一家的人上台担任摄政 就帮助这个小天皇来管理国家 你想这天皇那么小 那么肯定就是他们藤原家说了算 这个摄政说了算 那等到这小天皇长大之后 长大称人举行称人礼 那么日本就要原服 这天皇他得亲政 对吧 然后藤原家的摄政 会把政权象征性的还给天皇 让这个天皇亲政 老是你说了算 别人就骂你了 对吧 君心叵测嘛 但是呢你想这天皇从小 就是接受了藤原家的这种监督 那么什么事都听藤原家的 即使是他长大亲政了 那他能说了算吗 所以说这藤原家的人 那么交出这个摄政之后 就会继续担任官白 也有可能重新派个人 也有可能是原来的摄政 继续担任官白 那么这个官白就是相当于宰相 权力很大 基本上也是总览过世 基本上天皇就说了不算 没有实权 那么就这样呢 在这个日本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整个日本的政权 权力都掌握在藤原市手里边 他们就通过这种特殊的社官政治 掌控着日本 那么藤原市家族内的 他也有好几个分支 家大业大 对吧 他也得开日散业 他也不是老是一家的 那么他们分为五家 分别是一条二条九条 你听这有点像打八将啊 估计是也就是打八将的时候起的名字啊 然后这个还有近卫 还有英斯啊 就分为这五家 这五家呢是轮流执政 这个摄政官白轮着当 今年你家当完了明年我家当 反正总是他们藤原家的 这样一年呢 这日本的政权 这不就完全成为了他们藤原家内部的事了 那皇室跟天皇呢 这就完全沦为他们藤原家的玩物了 就是个摆设了 到了公元11世纪啊 藤原家的当主 藤原道长 还有这个他的儿子 藤原赖通 让这个藤原家的权势啊 达到了顶峰啊 历史上权势最大的时候啊 你看这个藤原赖通啊 他这个担任了三代天皇的摄政 执掌日本的52年世纪啊 你想想 那么在日本历史中啊 有一位官白比较有意思啊 那就是后来的封臣秀吉啊 这个猴子 秀吉呢 是这个战国时代人物了啊 那个时候那个藤原市啊 还有这个社官政治啊 就已经是成为虚设了啊 成为虚执了 就是藤原家也没有权力了啊 已经衰落了 那么 当时这个 这个奉仁秀吉他 实际统一天下之后呢 他本来是想当将军啊 那个时候是 幕府将军统治日本 但是啊 问题留在这个奉仁秀吉 他是平民出身的 他本来是没有姓的 就是这个阶级出身很低啊 就是后来他的姓啊 都是他自己起的 木下藤姬郎嘛 他原来叫藤姬郎啊 木下藤姬郎 这个 宇柴秀吉啊 这也都是他后来自己起的 那他本来想当将军啊 统一天下 那这个将军啊 你人家必须是 你原氏或是平氏出身的啊 这种正统的贵族才行 那么他就想让当时的将军 说他做干儿子啊 这样他就可以这个 继承将军这个位置吧 但是人家将军家呢 实在是看不上他啊 你出身太低了啊 贫农 哎不要啊 此后不要啊 那不要呢他也没办法啊 那他最后他就想了个什么方呢 就是强迫这个藤原家啊 藤原家当时已经完全没有权力了 就是强迫人家啊 强迫这藤原家的人呢 说他当干儿子 然后他继承了官白这个职位 然后呢 他又让这个当时天皇啊 给他赐了个姓啊 就是赐姓封臣 后来呢也是这官白当什么意思啊 哎呀官白没有实权嘛 对吧 再说他他本身就是实际的这个掌权者了啊 是什么也无所谓 然后他就把这个官白这个职务啊 就让给他自己的义子 自己呢 就退休啊 成为了太阁 自称太阁啊 那么话又说回来 这个藤原家一直把持着朝政啊 你想这皇家跟天皇 肯定是不满意 对不对啊 谁愿意这 甘心轮闻别人的这个玩物啊 更何更何况是天皇呢 对不对 因此呢 这皇家啊 就一直想这个继续力量啊 准备反击 一直到了1068年 这个后三条天皇即位 估计也是打麻将的时候定的名字啊 这个三条天皇呢 他是壮年即位啊 他这个 不像是其他这个被藤原市拥历的啊 这些天皇啊 就是小孩啊 小朋友什么事都不懂啊 他是成年人啊 而且呢很有思想啊 这个非常有主意 对起来最重要一点啊 他跟这个藤原市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啊 因此呢 这三条天皇啊 就大力的打击这个藤原市 采取了各种措施啊 用尽一切办法 可惜呢 就是天不假年啊 三条天皇再为四年 他就死了 三条天皇虽然早早去世了呢 但是他啊 就开启了皇家对藤原市的反击 三条天皇驾动之后啊 继位的是白河天皇 白河天皇呢 也是继续跟这个藤原市啊 作对 想把这个实际掌控权呢 从这个藤原市手中啊 夺回来 这个白河天皇呢 就比较聪明啊 他想了个招啊 这个你不是摄政吗 对吧啊 你不是官白吗 对吧 那那我那什么皇位我不要了啊 他呢就直接就是说 是把这个天皇的位置 就让给了自己年幼的儿子啊 八九岁的儿子啊 让给他 你们不就是喜欢这个幼主吗 是吧 你们去摄政 就把这个小儿子呢 推上天皇的位置 让这个藤原市啊 你们去捕捉他去吧 对吧 那么自己就称太上皇 然后呢 在后边 以这个天皇父亲的身份 来帮助年幼的儿子啊 打理朝政啊 你想这个理由 那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对不对 亲老子给自己的儿子打理国家 这谁也说不出来吧 对吧 儿子那么小 这样呢 就是说 董一世脱离了藤原市的掌控 然后呢 自己能够跟这个藤原市去分开 这白河上皇呢 就自己招募这个幕僚啊 自己的这些一些人才 那么形成自己的一套班子 完全独立于这个藤原市掌控了朝廷之外了 那么由于白河上皇呢 是居住在白河院 所以说他的设政啊 叫怨政 而且他发布的政令呢 都叫怨宣 这样一来呢 这就开启了日本的怨政时代 就用这种方法 来反击和打击这个藤原市的势力 藤原市也由此啊 就转向衰落了 那么为了与这个藤原市对立和区分呢 白河上皇就启用了大量的新人 而且呢 需要依靠新的社会阶层 他不能再依靠这些贵族阶层了 这贵族阶层这边全是他们藤原家的 对吧 于是呢 这武士阶层就慢慢的崛起了 早在公元九世纪的时候 当时的撮额天皇 就开始把很多皇子 还有皇家的一些贵族子弟啊 给他们赐姓 让他们离开皇族 养不了啊 人太多了啊 皇家没那么多钱养活你们 给他们赐个姓 让他们出去呢 到地方去开辟荒地啊 然后建立自己的庄园啊 这样呢 既能这个减少皇家的开支啊 还能增加国家的收入啊 这一举两得嘛 那为什么要给他们赐姓啊 就因为这个在日本啊 平民百姓是没有姓的啊 那么只有贵族啊 才能有姓 皇家也是没有姓的啊 因为皇家是神的夫带嘛 天皇是神的夫带嘛 没有姓 那你要让他离开皇家呢 你又不能让他跟平民完全一样 所以说就刺客性给你啊 就等于说你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 再说呢 也不能说让你就是这个精神出祸啊 是吧 你好歹是皇家的子弟啊 你得顾及皇家颜面嘛 那么走的时候可能给你一笔按家费 是吧 然后你带着去地方啊 然后建立自己的势力 因此呢 这样就慢慢的在日本社会 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 就是武士阶层 那么其中呢 就与这个元氏跟平氏啊 这两大武士集团啊 势力最大 后来呢 几代天皇啊 也都开设院政啊 也就来这一套啊 这武士阶层呢 就慢慢的掌握了权力 一直到了十二世纪初 这元家跟平家两大武士集团 他们在朝中的势力啊 已经是远远超过了 藤原市的势力 所以说呢 藤原市啊就彻底的没落了 那至此呢 官卖一职也成为了虚职啊 你也就不可能再去摄政了 对不对啊 那么社官政治啊 也就画上了句号 那么随着武士阶层的掌权 跟日本互惠营来稳定的发展呢 我们下期啊 咱接着讲